欢迎收看10月6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你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北市立乌兰幼儿园家长缴不出学费 期盼慈善单位可以提供协助 深坑好豆腐系列活动本周展开 10月8号将在深坑老街板的 让民众品尝美味的豆腐大餐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与乐农为主题 推出8条特色轻旅行路线 10月7号中午起开放网络报名 新和国小打造鱼菜共生池 提供学生多元丰富的生态教育环境 也让孩子们更懂得珍惜食物 今天的数位最亮点 要教大家如何善用数位机上河的录影功能 乌来地区在苏迪勒台风之后 遭到严重的损害 也导致一些当地居民失去工作 就连孩子的学费也缴不出来 新北市立乌来幼儿园园园长林昭辉指出 有部分家长反映希望相关单位可以提供协助 因此期盼慈善单位可以帮帮孩子们 位于新北市乌来区乌来社区里的新北市立乌来幼儿园 麻雀思想五脏俱全是个相当迷你的小学校 目前共收拖两个班级43位幼童 才混零教学 主要都是以乌来当地泰亚族的小朋友为主 在苏迪勒台风过后 校园里看似平静 小朋友们也都开心地上着课 但却有部分的学童面临缴不出学费的困境 苏迪勒台风造成我们乌来的灾损 那么也造成了很多道路中断 还有一些家长没有工作 那么学生呢 有很多协会缴不出来的 园长林昭辉表示 风灾过后很多慈善单位 捐款帮助在地居民与学校 但因为大家对于市立乌来幼儿园较为陌生 因此学校并未受贿 期盼能有善心团体可以提供家长协助 很多慈善机构 有补助监助一些经费给协校 比如说福山还有五乃国中小的学生 本学企的协会全面 那么只有我们学校呢 他们家长呢 没有享受到这样的一个补助 那么他们认为说 这一次为什么别的学校都有孩子 这个协会的这个补助 那么我也无法跟家长解释 苏迪勒以及杜鹃台风相继对乌来造成损害 区内一些民众因此失去工作 希望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协助孩子拥有一个可以安心受教的环境 记者声评 配合2015来去新北商圈活动 深坑从这个礼拜开始 推出了一系列的深坑好豆腐活动 内容有达人带路主题旅游 谁是豆腐王DIY以及多福宴 其中多福宴呢 将于10月8号的晚间 在深坑老街封街版斗 集结了深坑商圈特色店家的招牌料理 包括了美味豆腐以及甜点等等 要让民众一次满足 以豆腐闻名的深坑 配合新北市2015来去新北商圈活动 从这个礼拜起 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深坑好豆腐活动 其中最受瞩目的 就是将在10月8号登场的多福宴 结合深坑商圈店家以版斗的模式 让民众能一次品尝到 深坑有特色又美味的豆腐料理 集合深坑商圈所有知名的餐厅 店家伴手礼 那把我们所有的这个 大家耳熟能详的 这些非常好吃的料理 我们把它结合成整个 版斗的一个菜色 深坑商圈观光发展协会 理事长黄建强表示 10月8号的多福宴 最大特色就是将深坑老街封街吃版的 在富有古早味的老街上 吃着14道深坑美味料理 和豆腐甜点等等 可以说是相当难得的经验 民众如果想要参加 可以上网报名 私人同行每人只要350元 另外还有包桌优惠 欢迎民众揪团吃版的 在深坑老街上面 风街吃版斗 这是一个相当怀旧 相当特别的一个氛围 那也期待各位有机会的话 把握这个时间 在10月8号到深坑老街 来参加我们的多福宴 除了多福宴 深坑好豆腐系列活动 还规划了达人带入深坑主题游城 带领民众感受深坑的人文风景 同样采取网路线上报名 而即将而来的双十廉价 您还没有规划吗 不妨来一趟深坑 吃喝玩乐 以此满足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趁着秋游季节到来 以乐农为主题 要带领民众深入新北农家 感受田园风情和手作体验 推出了八条特色轻旅行路线 包括到三只采角白笋 到石门挖地瓜 还可以到石定体验 各式各样的手作DIY等等 10月7号中午开放网路报名 有兴趣的民众 千万不要错过了 甩着手光面线 现在想要体验 就赶紧报名新北乐农轻旅行 为了让民众到新北市 有不同的深度之旅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以乐农为主题 推出八条特色轻旅行路线 每条路线都透过旅游的方式 来感受农员风情 或者是在地手作体验 敬爱自然 那乐天之命 是我们农家的一个特性 那我们希望把新北各区的农家的一些生活体验 他们平常在工作上的体验 让我们的游客也能够一起来共享胜聚 这八条新北乐农轻旅行旅游路线 包括到三支柴角白笋 到石门挖地瓜 另外还有石定和平林结合的茶香小旅行 可以到茶博馆意游 并且学习制茶与品茶 而石定许多在地特色店家 则集结规划了一条石定古早首座小旅行 相当适合亲子出游 一同体验拉手工面线 品尝柴烧卖牙膏 享受桂花料理等等 石定算是一个它比较没有商业化的一个地方 那它有很多天然的自然的一个环境 跟手做的一些 一些比如说打铁店啊 麦芽膏啊 豆腐啊 或桂花酿这些 那它是很适合这种慢慢的 那深入的一个体验的方式 想要报名参加新北乐农轻旅行 10月7号中午12点开始开放网路报名 每条路线的规划都各有特色 像是石定首座小旅行 每周三五出团 石定平临茶香之旅 则是每周二四出团 均为一日游 整天下来不用花费上千元 现在只要八百元就能轻松出游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网了解详情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北市采访报道 新河国小活化学校空间 打造了鱼菜供生池 就由鱼提供最天然的养分 同时植物也可以将水质净化 达到自然平衡 丰富且多样的生态环境 不仅让学生获得更多知识 透过了实际的操作与体验 更让孩子们了解食农教育的意义 懂得珍惜食物 水面上一个个的小盆栽里 种植着各种不同的蔬菜 而水面下仅里悠悠其中 这是新河国小最近设立的鱼菜供生池 透过循环过滤系统 鱼的排泄物经过分解 可以提供蔬菜养分 鱼则是仰赖水中巡浮物质 与少量的饲料达到整体工需平衡 校长张寿松表示 为了拓展学生的学习场域 学校特别活化空间 整合多元资源的辅助 打造出最棒的生态教学场所 在都市的孩子特别是没有办法接触的 所以我们学校把一些场所重新做规划 当作教材员也好 当作孩子可以体验的场所 体验食弄的这种教学是更为重要 我觉得这样的场所 如果让孩子搭配课程 也搭配各项活动来做的话 他的学习是更加有效的 除了老师学生 学校的体员志工们 更是积极参与这种新的种植技术 希望在日常的维护 班级的学习 与社区友善环境的推动 都能尽一份心力 每个礼拜三和礼拜五 是固定早上八点到九点 然后平常时呢 就是这些十个志工 他们有时间都会来整理 就是这样子 然后菜收成的时候 也会请小朋友来拔 然后种菜的时候 让小朋友种好 我们再帮他弄上去 另外学校也特别训练 以班级为主的环保小煎兵 借由种子学生进行宣导 环保小煎兵们都表示 这些不必施肥的菜真的很神奇 就要照顾的过程 让他们获得很多的知识 我之前都没有学习过那么多东西 这次让我学习了很多东西 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鱼菜工生 那个鱼菜工生 真的对一些环保都很贡献 这些菜是养在这些 这个水池里 如果菜要长得好的话 必须要日晒充足 环境要好 空气也要好 新河国小打造自然景观 与生物多样性环境 让生长在都市丛林的孩子们 可以究竟学习到 不一样的种植方式 用最实际的体验 获得了最有意义的生态教育 记者这边 咱们其心电采访报导 广告后 要带您来看的是 数位最亮点的单元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谢谢你 让爱可以传递 在台湾的各个角落 谢谢你 让台湾经济弱势 家庭不用挨饿 得以温饱 谢谢你 让他们看见希望 如果说吸毒是因为压力过大 那么吸毒之后所得到的 值得用生命去换吗 妈带您回家 帮您戒毒 妈 吸毒让我看多了 他们栽贩率非常的高 一旦吸毒他就是 快会回头了 带你来 请问我好不好 陈俊其实不坏 他只是 一直走错路 不再让我们勇敢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以前收看类比电视 当我们看节目 想要录下来的时候 就必须去买录影机 接上电视讯号 才能够将节目录下来 而数位电视推出了之后 为了符合民众的收视虚情 也将录影功能纳入其中 因此如果您家中拥有多功能 数位机上核 一定就会感受到这项便利性 不仅录影机和数位机上核 两体合一 节省了空间需求 500G的超大容量硬碟 更可以让您安心的录 而它到底有多么的好用呢 让我们一同透过 数位最亮点来了解 谢谢 以往收看电视时 想知道各个频道的节目表 只能翻阅有线电视的月刊 或者锁定第二频道资讯台 满满的等待系统秀出 一个个频道节目播映时间 等待的时间长 还不一定看得到 自己需要的频道 数位电视推出后 电子节目表的功能 充分解决了节目表的需求问题 为广大收视户 带来了大大的便利 也开创了全新的数位收视习惯 回到家放轻松 打开电视 转了台 却不知道正在播映的节目 叫什么 不用担心 只要按下数位遥控器上的 快捷键i 画面上秀出的 就是正在播映的节目资讯 视窗顶端右上方 是今天的日期与目前的时间 左边是频道数 依序过来显示的是频道名称 再来是节目名称 下方是节目的播映时间 黄色bar代表目前节目的播映进度 您可以从这里判别出 节目是刚开始还是快结束 再按一次i 视窗会切换成节目介绍 于是我们就可以轻松掌握 现在这出影集或电影的情节大纲 此外 按下遥控器圆盘上的右键 还可以看到下一档 即将要播出的节目资讯哦 在呼叫出节目简介视窗的模式下 遥控器圆盘的上下键 也相对会成为选台键 因此只要透过这个圆盘 您就可以轻松的操作遥控器 手指不用在上下游移 可说是贴心的一项设计 好看的节目什么时候会重播 未来一周又有什么样的好片不能错过 按下EPG 你就可以不用透过选单 直接进入到多频道节目表 轻松解决这个需求 在多频道节目表画面的右上方 同样显示的是今天的日期和时间 第一栏显示的是目前的节目名称 以及收视级别 下方则是节目的播映时间 黄色Bar同样代表了播映进度 第二区块则是节目简介 您可以透过这里了解各个节目 大致的播映内容 第三区块是未来一周的节目表 左边是一周内的日期 中间是频道列表 右边显示的则是节目名称 我们可以用遥控器转盘的上下左右键 搜寻任一个频道或未来任一天的播映节目 在切换频道时 还可以直接按下想搜寻的频道数 不用一台一台上下切换 例如我们现在想要看第202台 有哪些节目 直接在多频道节目表这个画面下 按下数字202 您瞧 节目表直接就跳到202台 马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台有哪些节目 多频道节目表的资讯功能 完全替代了传统收视户 只能人力查询或是被动等候节目表的收视方式 大大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效率 而如果您是有安装PBR录影机功能的用户 跟着画面右下方的操作指引 按下遥控器上红色的录影源点键 您就可以把这个节目录下来 PBR录影机具有时光回溯的功能 从您切换到这台开始 系统就已经开始记忆您的收视历程了 假设您看了十几分钟才突然想要把节目录下 当您按下录影键PBR录影机自然会帮您把之前的十几分钟节目 也一起保留下来 让录影的片子更加完整啰 接着来看PBR录影哪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大新年宽评光鲜上网指定方案 送你甘米智慧运动手环 200枚急速光鲜上网下载分享加倍快 还有超多HD高画质频道 与上千部电影戏剧免费随你看 快播2917 3939 大新年数位电视HD99高画质套餐 每月只要99元 两排台起20多个精彩高画质频道任你看 年角就送乐活好礼运动型无线MP3耳机 快播2917 3939 清除滋生员为登革热防治最根本之道 务必落实户内外积水容器清除 个人防护措施在外书时 请着浅色长袖衣物 并于皮肤裸露处喷洒胃腹部和壳的防纹药剂 新北市千少年图书馆即日起至10月18日 举办2015清少年欢乐漫画特展 欢迎喜爱漫画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10月24日 荷兰贸易暨投资办事处与新北市政府 在新店阳光运动公园举行2015荷兰风车日 当天活动除了有自行车启程外 现场还有荷兰风情嘉年华会 荷兰国宝米菲还将担任领导大使 带领民众体验荷兰的文化与风情 以上所有的新闻内容都会刊登在 大兴电有线电视的网站上 欢迎您上网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芳琪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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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